各位同学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十八页的习题演练第四题 那第四题呢,它有一些条件,我们要先看一下 把做法用算字记下来,所以一定要算字,一定要会列字 所以这里呢,它告诉我们一定要列出一个算字 然后呢,再把答案是假分数的,把它换成整数或是代分数 这也是本班啊,做这类似的题目啊,的要求之一 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题 一公斤的这个汉,汉就是火腿,卖一百六十元 那么,曼玛,他买了四分之三公斤,要付多少元 我们要先把它列一个四字 四字呢,依照老师之前的教法呢 我们会把它的所有单位都列下来 也就是每公斤一百六十元的火腿 乘上呢,四分之三公斤 对不对,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这个东西,单位的意思,大家要懂 那么,经过第一轮处理的时候呢 公斤分之多少,乘上公斤呢 就会消除掉 所以最后只剩下什么 单位只剩下一个元 然后四字呢,就会变成 这个一百六十乘上四分之三 对不对 对 那一百六十它本身是个整数 怎么办呢,我们把它分五加上一 可以 可以 加上一之后,我们发现一百六十跟分五 是产生因素跟倍数的关系 而一百六十是四的四十倍 所以分母两个都是一了 所以这答案就是一个整数 四十乘三 一百二十元 好,在这个完整的列字里面 它包含几个部分 我们来讲解一下 我们放了完整的单位 每公斤多少元 这个单位叫做每公斤多少元 以及公斤这个单位 经过了一个乘法的运算之后 分母跟分子约掉之后 只剩下分子元存在 所以这是它最后的单位 这是有关于单位方面的计算 那么在数字方面的计算 它有一百六十乘四分之三 可是一百六十没有分母 所以我们在这里加了一个分母 加了分母之后一百六十就更有分子 我们可以产生约分 最后变成四子乘三 答案变成一百二十 所以这几个答案呢 很简单 答案就是 妈妈一共要付一百二十元 给这个什么 商店的人 咱们把这个活腿 你看好 谢谢 谢谢